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有黑土地上的香甜物产 这里是长白山下的美丽驿站 这里有东北大地的风情万种 还有着民间艺术的宝贵土壤 这里是五彩金城 还有牛的市集 这里的白话挺拔 美景与美食相逢 一望无际的玉米地是即将丰收的标志 满山的绿意也是大豆和珍慈的故乡 在山间林里 深藏着大自然的馈赠 在早逝夜逝 有琳琅满目和熙熙攘攘 丰富多彩的生活 悠闲自在的日子 就在这座东北的小城 画店 中三省的黑土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东北的黑土地 隐喻了富饶的物产 在画店 人们能知道各种各样的本地农作物 无论是蔬菜 水果 还是粮食 大自然对画店的馈赠 非常慷慨 早上五点 画店的早逝 就开始热闹起 农户们把自家栽种的土特产 拿到早逝来卖 早逝的农产品非常丰富 就拿豆角来说 一个摊位就摆放着五六种 五桶的豆角 大家豆角都啥品种啊 有黄金钩 干嘛长 姜末块 有一些 胖海腿 这个也是姜末块 它两品种不一样 这俩有什么区别呢 有肉多的 有豆多的 豆角是东北菜的灵魂之一 在画店能吃到很多豆角做的菜 但是用不同的豆角烧出的滋味也是不同的 黄金钩 豆多肉厚 适合炒肉 姜豆宽口感柔和 适合炖排骨 或是五花肉 姜豆角 炒菜和做菜干 都好吃 除了豆角 画店本地 还有很多盛产的农作物 都是东北菜的灵魂食材 出城不远 就能看到路边成片的玉米地 一眼望不到边际 种豆角的地方 往往也能看到茄子 还有西红柿 黄瓜 也时不时闯入眼帘 初秋时节 地里长势喜人 农民们在地里忙碌的身影 饱含了画店人 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尊敬 地里的食材 很多都适合炖菜 在东北 炖菜是一大特色 在画店 也能吃到各种各样的炖菜 就连这里的餐桌 都是为炖菜而特制的 铁锅炖鱼 铁锅炖排骨 铁锅炖鸡 一道菜就是一大锅 有菜有肉有煮食 炖煮的鲜香扑鼻 软糯入味 一桌人围坐在大锅前 吃的是美味 也是氛围 经常吃铁锅炖 最远吃的就是小鸡 那肯定是小鸡 然后 菜 土豆 蘑菇 豆角 反正挺好吃 感觉好吃 就扔几碗炖 就好吃 然后 这个时候像吃这个 公鸡炖 豆角 然后再晚一些 等下雪的时候 大多炖酸菜 就都非常好吃 除了铁锅炖 在化店还能吃到很多经典的东北菜 各有各的滋味 因为物产丰富 所以化店人的餐桌上 菜品也很丰富 锅包肉 外酥里嫩 大丰收 集合了多种本地食材 杀猪菜 肉香扑鼻 酸菜地道 大豆腐 炖煮 香煎皆宜 化店人是有口福的 这些新鲜的本地食材 做出的饭菜 实惠又美味 深受人们的喜爱 那么 问题来了 经题了 请问 在化店的大丰收中 哪种食材是必不可少的 单选题 选项A粉条 选项B茄子 选项C玉米 三位请判断 石磊 你先来 为什么粉条 大丰收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欢乐 喜气洋洋 幸福美满 我们欢乐喜气洋洋 只能是在春天吗 或者秋天吗 收获的季节吗 不是 我们一年四季 只要有结婚 只要有生日 只要有我们大家值得 敬赫的 友朋自远方来 我们都得敬赫敬赫 是吧 所以这道菜 一定是它必须能储存的 一样东西 我再说一下 为什么不是茄子 为什么 大丰收代表的是什么 代表的是粮食的收获 是不是 它主要是可能谷物类 可能是碳水类的一些粮食 你说茄子是蔬菜 好 茄子蔬菜怎么能放到大丰收当中来说 那粉条呢 粉条不是 粉条是用土豆或者红薯来做的 它是主食类的 我们再说一下玉米 为什么不是玉米啊 这就是这个东北菜当中的 一个主要的特点了 我在东北菜里面 看到不是几乎每一道菜 它都上玉米 对不对 你铁锅乱炖的时候 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缀的 但是必然会有粉条 一个西南人 在两个东北人面前 大放厥词来分析东北的 哦 天哪 老师 雷老师 你真的是 不管是什么答案 不管是错了还是对 都能保持这样的激情 你俩的选项不一样 你俩都是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B和C都互相包含了 跨店大丰收啊 我第一反应就是茄子 为什么 因为我们那个大丰收 那个菜里面吧 总有一个就是茄子 那个跟土豆 然后用那个蒸完了之后 把它撕碎 放上那个豆瓣酱啊 然后小葱啊 什么的这些 你拌一下 所以也就是B这个选项 是你一看到这个提干 和选项第一浮现的直觉 对 我的味蕾已经有这种 那现在淡定了一下 你还确信是B 亦或是粉条针对 粉条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玉米呢 你怎么看 玉米也不错啊 女时 我选C 玉米 因为这个玉米啊 在东北有这个 丰收的这种意思 它这个玉米的这个意象 就是代表丰收 对 之前我记得看有的小品 后面还有那个丰收舞啊 跳的丰收舞 一上来 然后说大棉好嘿 二棉固 里面是羊毛 外面我这固 哪怕是流驾四五十度 穿上的咋冷咋也没咋处 然后 这句歌词名不带玉米 但是后面就有玉米了 就有人拿着玉米啊 这个跳这个舞 代表玉米 所以玉米往往是代表着丰收 因为古物嘛 秋天丰收 而且这个菜呢 往往是在秋天吃 各说各的道理 20位答题者请判断 好的 谢谢各位 来我们看一下选项分布 三位选A 选B的五位 玉米这个选项 支持的人超过一半 有12个 这是开篇第一题 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正确答案是粉条的话 你们惨了 来 第一题 演唱一下 大部分时候这道菜 必放的食材主要有玉米 豆角 还有土豆 还有南瓜 这四种食材是必放的 茄子和粉条是不会放的 因为它属于一熟食品 这样短短时间长了 它容易对效果不好 这道菜可以放肉 这个是因人而异 喜欢吃肉可以放肉 玉米是大丰收中 必不可少的一道食材 化电玉米种植量大 味道也好 在化电能吃到 现出现卖的新鲜玉米 也有烤玉米 玉米饼等不同吃法 还有化电的玉米煎饼 也深受当地人的喜爱 化电的煎饼口味一绝 软硬适中 香酥可口 在化电的市场上 有现做现卖的糖煎饼 农家手工煎饼 也有皮量生产的 带包装的煎饼 产量高 质量稳定 能满足更大的市场需求 也方便日常携带和保存 化电玉米能做出的 各种美食 都非常值得品尝 玉米是正确答案 那么看一下 本题的正确率 干得非常不错 给自己谷歌掌吧 12位图观 因为一般情况下 与时能答对 第一题的几率 不是说没有 简直是没有 所以庆贺一下 带回来了 当地的玉米面的煎饼礼盒 这也算是大丰收了 化电 化电 你听这名字 一定得知道 它还有另外一张名片 是什么呢 那片白花林 注意 第二题也就这么来了 听听 在距离长白山不远的地方 小城化电 正在悄悄绽放它的美丽 它的美是亲切的 淳朴的 多姿多彩的 轻松悠闲的 白天的口袋公园 老人孩子各得其乐 到了晚上就更热闹了 这样悠然自得的慢生活 不仅在城市 也在乡间 在画电的乡村 有很多美的元素 墙上的画 路边的花 满山遍野的绿 自家的小菜园 处处体现着农家的趣味 咱们就是环境美 自然环境也好 人为环境也 整得也挺好 豆腿炖的排骨 城里人特爱来吃 土豆 茄子 小筋炖蒸馍 这是咱东北最好的特色 吃过农家饭 再去荷塘饭粥 别有一番情趣 灯高远眺 白山湖风景如画 环湖游上一圈 初秋的清爽 扑面而来 最不能错过的就是 红石森林公园 这里被称为天然养疤 举家出游 漫步临间 放松而惬意 在画电 白画树随处可见 白画是画电室的世数 也是画电名字的由来 每年夏天 白画郁郁葱葱 展现出它的生机 那么 为什么会选择白画 作为画电的世数呢 因为白画 具有枝叶茂盛 姿态优美 洁白雅致 接任耐寒 和极强的生命力 适应性 凸显着它自身独有的一个品质 代表了我们画电 地域的人文特色 和城市分发品格 我们从2006年 就开始举办了白画节 特别是近几届的白画节 更初出了啥呢 群众的参与性 比如说 你像我们全国的农民画展 录影节 城市演艺记 等等 把这个城市旅游啊 包括各个元素 融入到了我们整个的 这个白画节活动中 白画之美 吸引着八方游客 也提升了小城画店的名气 白画树的样子非常特别 树干上长着很多 像眼睛一样的东西 其实这些眼睛 不是白画树生来就有 而是后天形成的 那么大家觉得 是怎么形成的呢 之前它可能是树脂 完了它就掉了 掉了之后 它就形成这个疤痕 我觉得是它长得太快 太快了给撑开的 树长太快给撑开了 成长的时候撑出来的 长太快撑破了 虫子咬的 众说纷纭 游客们的观点各不相同 那么问题来了 各位听听 请问画店白画树上的眼睛 是怎么形成的 选项A 断枝结巴 选项B 生长裂纹 选项C 温差过大 三位请判断 这个白画树呢在我们吉林太多了 太多了 对 小的时候有点害怕 觉得是有无视双眼睛在盯着你 但是后来呢知道就是说 它就是这个叫断枝结巴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是吉林人呢 我必须知道 我是吉林人 我必须知道那是茄子 那没关系 没关系 之前的事不提了 你也主打一个我是吉林人 它就是随着这个树的生长 它有一些树枝 然后它就断掉了 还有有一些是人工的一些砍伐 还有可能是一些就是小动物嘛 松鼠啊什么的 可能有一些树枝它就比较轻 在上面就把它弄断了 那不是怕了个松鼠 那是蹲了口猪吧 来我们看看另外一孩 冰淇淋人 先说为什么不选A 为什么 从视频里也看到了 它很多呀 这个纹路它是细长的 也不是所有的都是有个圆 如果是断枝的话 那枝肯定是圆的呀 而且它是从根部就有 往上就有这个这个纹 那树枝往往是靠上一部分 才有的 是是是是 为什么选生长裂纹呢 因为呢 这就像人呢 有时候你长胖了之后 这个就有这个 身上就有撑起来 那个纹那个意思 不是人有时候长 是你长的 我们都还好了 我们没有那个纹 你撑出这个肥胖纹 也是有点太大了 都撑出眼睛那么大了 也就是与时满身都是眼天 那个五公斤 来吧 来 温差果大师来 肯定不可能是断枝结巴呀 因为刚才呀 我看到百慧在解释 断枝结巴的时候 还扯出了什么 有可能是小动物上去了 有可能是被人拒断的 也就是关于这个选项 他拿不定主意 他根本就不坚定 在这个选项上 粉条里坚定 粉条里坚定 好 粉条我可以说我不坚定 为什么不可能是断枝结巴 因为靠近地面的那个眼睛就顽口大 你想想树枝啊 那么大根树枝怎么可能就直接给断掉了呢 第二个生长裂纹 这树长得有多快 噼里啪啦浑身 整个裂纹来了 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温差过大 为什么 这个黄河以北 还有这个白花树 而且到了咱们吉林省 你想想这温差得多大 你有可能是白天零下10度 晚上零下40度 30度的温差 你对于一个树来说 是多么折腾 树还得要生长 树还得要保存自己 所以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由于温差过大 导致树皮热胀冷缩 实际我在努力地跟进你描述那个画面 就是一棵树就跟那儿的 然后突然晚上了降温了 然后树觉得 好冷啊 我怎么温差过来一个眼睛 对 因为这不是热的 再来一个眼睛 对 怎么忽冷忽冷 我怎么浑身都眼 但是我活着 对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而且呢 她这眼睛不是 不是一下就那么大 她是逐渐 这么大的 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动手吧 谢谢各位 来我们看一下选项分 不 支持A的七位 数量最多的是生长练纹的理论 C分条的呀 你这玩意 只有三个人跟你温差过大 祝你们好运吧 来第二题 验证一下 这个眼睛是怎么形成的呢 它是因为在白花树 树小的时候 周围长满了侧枝 然后时间长 上面的树罐 长得比较丰满 99只下面的侧枝 得不到阳光 时间长了呢 光合作用非常弱 慢慢的树枝 就变成干枯枯落了 然后因此形成了这种结巴 我们平时老百姓 常说的树结子 然后它是这种白花树 树木生长留下的痕迹 白花之美 就像画店人的品格一样 向下扎根 向上生长 并且深爱着这片土地 生机勃勃的白花树 增添了城市的美好 也是画店人对家乡 最深的记忆 正确答案A G8 正确的有7位 回答错误的13位 谢谢 大家都知道森林很美 岂止只有参天大树 这个灌木错落有致 然后那个再滴一点的草 再滴一点的再滴一点的 再滴一点的 滴到地底下 土里埋的 它也有宝贝啊 第三题 祝你们好运 听听了 一江秀水 百里画林 先请师弟 万山红叶 就是画店自然景观的 真实写照 画店的森林覆盖率 高达67% 拥有两座国家级森林公园 还有城白山下 第一湖的白山湖 丰富的自然资源 还蕴藏着无数宝藏 人生就是其中之一 什么万人 主意 快能快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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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需要 漫山遍野地找人生了 人生种植 已经形成了 原生和临下生 两种规模化 种植产业 原生是人工种植 五年左右 就可以收获 临下生 是由人工 播种到森林里 在自然环境下 生长的 人生 它们与野生人参一样 不受人工干预 生长缓慢 所以当它们生长到一定的年限 就可以称之为野山参 化电被命名为 国家级野山参标准化示范区 也是吉林省人参重年产区之一 那么问题来了 听 听了 请问多少年的林下参 可被称作野山参 选项A5年 选项B15年 选项C30年 三位请判断 说实话我不是特别确定 因为我记得人参 就是说如果成熟的话 大概得六年左右 但是这个要称为野山参 可能比六年长 没错 没错 从这年上来看 30年有点太长了 太长了 30年太久 是啊 人生有几个30年的 重一次可能都吃不上 所以就选个中间的 选15年 百慧 听你的了 我作为一个吉林人 今天是我的主场 我在这里要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案例一下我们吉林的野山参 它是长在原始森林当中 然后是全世界生产身的三大产地之一 补气补血及日月鱼精华鱼一身 好 来 赶快说15年的事 15年呢 为啥呢 不多不少 你就说30年割中间 后面放个45年 你也会选30年是吧 对不起 只有5年 15年 30年 这个15年的刚刚好 不多不少 就是你也不知道呗 监护品质与效率 我本来以为跟你选一样的 就应该是选对了 结果你也不知道 都是假冒 肯定是选对了嘛 之类你还说嘛 我说呀 我不是懵的 来 你讲吧 我的体质吃不了身 我曾经吃红身 吃了以后就上火了 上火比较严重 流鼻血 所以我有一段时间呢 专门研究过身 我了解一个数据啊 就是我们国家 在早几十年的时候 曾经在有一些野林子里面 非波撒过身种子 就是要让它长成野山身 所以野山身的年份 到底是界限在哪呢 我告诉你 身能活多长 西游记里面记录了一个 说那人参果 这叫人参果 一千年 其实它是和人参是相通的 它是用人参来形容人参果 只是这么来说的 一千年开一开花 和一千年一结果 三千年才能吃到一个人参果 一颗人参能活多少年 一颗人参就是活一千年 一千年都出来了很好 真的 继续 参为什么有一千年 我曾经看过一个 一个相关的解释 天年老参是吧 我曾经看过一个 新闻里的拍卖 说曾经有人挖到过 三百多年的一个参 那参有多大呢 大概那个须子长 是将近两米的 所以参的年份的鉴定 是要看须子 三十年的参长不了多大 刚才视频里那五十年的参 确实也不大 不大 所以我觉得用三十年 作为野山参的一个界限 是合理的 因为参毕竟能活一千年 到底选哪个 自己做决定吧 动手了 谢谢各位 来看一下选项分布 你看看 看一眼 看看 五年的仅有两位 太短了 有有有 十五年的也区区仅有六位 觉得不够 十二位都听现了一个西南人 对东北人生的描述 来吧 验证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三迪的三位 两迪的三位 打赏一迪的十位 谢谢 都是被这个石蕾老师带沟里了 好的 谢谢 大家做一个小节 我们三迪也做一个小节 希望越大越顺 尤其是石蕾 希望赶快进入状态 好不好 来吧 我们继续进入下一题 下一题 厉害了 石蕾 手 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局限于东北 这好多地方它很常见 但是真的很重要 是什么呢 我也不说 但是提藏在里面的进题了 第四题 画店的清晨是从热闹中开始的 早市是画店人的心头号 早上五点钟 农户们就已摆好了摊位 来逛早市的市民诺意不绝 来逛就必有收获 早餐铺子冒着热气 食物诱人 品种丰富 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用餐 在画店的豆腐房 每天凌晨四点多就开始卖豆腐了 第一梯很快就会卖完 第二梯必须立刻开始制作 泡好的豆子倒入搅拌机内 出姜 即为豆浆 同时滤出渣子 豆浆倒入锅内 用卤水点 出锅几位豆花 再倒入模具中 压实 滤掉水分 等待成形 小小的豆腐房里 忙碌的热火朝天 这边老板做着豆腐 那边老板娘分装着豆腐脑 这里不光卖豆腐 还尖卖早点 豆浆 豆腐脑 大豆腐 都是新鲜刚出锅的 每天都有很多人排队来买 要买什么 要买多少 轻车熟路 其他个姜 本身有条 总共是四个油条分开做 在画店 很多人早起就买豆腐 买完豆腐再去上班 新做好的豆腐 白嫩新鲜 一早上就能卖掉两大梯 豆腐脑和大豆腐 早起来各热水各酱油 生火 嫩新鲜 我们下午 是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 化电是东北大豆的产区之一 大豆种植面积广泛 产量高 政府扶持力度大 农业专家在化电建立了大豆实验田 也和当地农户保持着交流 大豆有个特点 它的根部长了很多错综密布的小球体 看起来很像生病了 其实这些小球是有益于大豆生长的 并且长得越多越好 那么问题来了 听 听了 请问 大豆根部的小球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这些小球它有什么作用呢 选项A 固定 选项B 吸收 选项C 增肥 三位请判断 两位男生选的都是C 好 好 白慧选的是B 吸收 你先说白慧 我记得以前那个生物课讲过 这个大豆这个小球吧 它是一个固蛋的一个作用 固蛋 对 蛋 蛋气的蛋 这个小球就是把这个蛋呢 吸收在 锁在哪 锁在哪 主要是吸收的一个作用 那我在想说 这个吸收营养 就像我们一日三餐一样 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必备的 一个营养的来源 那其实就是算是一个 大豆生长的充分必要条件 但是呢 这个增肥呢 有点像我们平时的 这种宵夜啊 下午茶啊 它可能会吃多了吧 它会胖 就像我一样了是吧 增肥天天 人家可没这么说 对 会胖 所以我犹豫了一下 我觉得还是要选 这个充分必要条件 就是我们一日三餐 这个吸收非常的重要 律师 C 我想C 增肥 这个大豆根部呢 我们中学是学过 有一种叫根硫菌 但其实我没见过 不知道这个小球是不是 如果它是根硫菌的话 那它确实是叫固蛋的作用 就吸收这个 因为蛋气嘛 蛋气 然后把这个蛋固定 变成蛋肥 所以它就是增加肥料 这个意思 不是说 就我吃也消增肥 那个意思 所以就是 如果它是根硫菌的话 应该就是就叫增肥 来 我们听听史蕾的解析 C 为啥是增肥呢 球有可能像什么呢 有可能像鲸鱼背后的那个 那个吃它营养的那个东西 海龟背后长的那个东西 你想说的是不是藤壶 藤壶 就是这个球 它在吸收了周围的某些养分以后 它会分泌一种特殊的 一种排泄物出来 这个排泄物呢 被根部吸收了之后 会导致前面的豆角憋大了 就是它会起一个 豆角被憋大的那么一个结果 其实我们人类看到的是 豆角增肥 不是 是副作用把它催的 实蕾 人类 咱是 我给你讲讲 实蕾 咱是非得说吗 是吧 不得说 就是咱非 好 你听说 就是有些东西你以为它有害 你也可以让它有用 对不对 可以 就像那个球球一样的 你以为它吸收的 吸收了别人的营养以后 排出来那个废料吗 不一定 那个废料有可能 正好对于豆角来说 没错 是能把它憋大的 没错 这个道理就讲得万事万物没有废物 来吧 该到各位了 二十位答题者 黄管您刚才听到了什么 还是忽视了什么都不重要 按照自己的所思所感所学 来选择吧 动手 好的 谢谢我们看看选项分布 没有人选A 七位选B 一收百惠的号召力在简 一个人 一个人 剩下十三位都认同了B 谢谢 来帮我们验证一下本屁 大寿根部这个小球 它的名字叫根硫菌 它的作用就是增肥作用 它是增加肥料的意思 这个根硫菌可以 把空气中的蛋转化为 咱们大豆能够吸收利用的蛋肥 它不仅解决了大豆对蛋的需求问题 它可以提高土壤中的蛋肥含量 大豆在化电富饶的黑土地上 茁壮成长着 美味的豆制品也丰富了化电人的餐桌 如果你来化电不妨多待几天 喝两碗豆腐脑 吃几顿大豆腐 再卷个干豆腐蘸大酱 才能真正体会到化电的味道 来吧 正确答案是C 参加正确率 13位正确 错误的是7位 单独给谁来掌声表示一下 终于对立 老身有礼了 那我们接着往下走了 在化电养殖黄牛的历史 已经有百余年了 如今也发展起了 红红火火的牛经济 这便是下一题 仔细看了 听了 又到了化电牛市开市的时候了 清晨五点 就已经是一幅忙碌的景象 卖牛的人要赶在开市前 把牛拉到牛市 树牌宽敞的牛栏 可以容纳2000头黄牛 拉了13头牛 在这儿喂的有个季养区 价格也合理 预计今天这13头牛都能卖掉 价钱可以 挺好的 这集交易挺好 那集基本上都80%吧 总能卖 拉12个牛 这集一卖都挺好 这就有牛死一上 临近六点开市 越来越多的买牛人 已经在栏杆外等候 这里就是化电牛市 也是东北最大的 黄牛交易集市 每次开市 都会有上千头牛被交易 挑牛主要看牛的后臀 是否饱满 还要看看身体是否壮实 为了买到心仪的牛 各种讨价还价 也是非常热闹 买到了心仪的牛 就可以装车满载而归了 化电牛市如此繁荣 离不开化电黄牛 化电黄牛产区 是全国七个牛类优势区中 唯一一个黄牛优势区 化电黄牛的一大特色 就在饲养上 触碰出水的喂水器 定时开启的摩擦器 还有随时可以去的户外活动场 最大的特色是定期会把黄牛放到山林里 让它们在自然环境下生活一段时间 饮山泉吃山草 在这样环境下生长的黄牛 肉质鲜美 肌肉鲜为足 口感更好 高品质的化电黄牛 也催生出了黄牛肉加工 和各种牛肉美食 在化电众多牛肉美食中 酱牛肉绝对是当地的一道 特色牛肉美食 那么问题来了 二听 听了 请问 化电的酱牛肉 通常会和什么一起吃 卷项A 决菜干 卷项B 姜豆角干 卷项C 卷项B 地瓜梗 咱们一起断断 这位你先开始嘞 姜豆小姐把它晾干了之后 它一年四季都能吃到 但是你要吃新鲜的姜豆 它的那个就是放置期 也就那么三四天的时间 必须得晾干 晒干了以后吃 姜豆小姐有一个好处 什么好处 它能吸收肉制品当中的油 从汤汁里面吸收 所以它也能把自己 姜豆角的那种 那种蔬菜的味道 跟肉质融合在一起 当起一个相互交融的作用 所以我们用姜豆角来炖肉吃 这是一个绝佳的配合 以前地瓜梗 真不是咱们大家给 咱自己吃的 地瓜梗 红蔬梗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 难吃 难搅 因为它是粗纤维 特别难搅 你光叶子都难搅 雨时 决菜干来讲一讲 对 我想到决菜干 第二 我确实也是 首先排除了地瓜梗 因为确实它这个梗 你看 你看它的表情 比较难指 我是往后仰 你是往前倒 我是地瓜梗 你是地瓜梗 然后决菜这种东西 其实是东北比较常吃的 像我们家那儿呢 有时候也经常有这种 决菜跟肉一起的炒 等等各种吃法 所以决菜跟肉 也是经常一起吃的 相对来讲这个决菜干 肯定还是更合适的 他俩刚才很 是很瞧不上你的选项 这就是一个生活常识的问题 没错 看到没有 化电的酱牛肉 通常会和什么一起吃 不是炖呢 是酱牛肉 酱牛肉是凉菜 对 那个酱牛肉酱好了之后 下面铺了一层菜 那个就是地瓜梗 你不知道吧 我跟你说地瓜梗的营养 要比地瓜和地瓜叶的营养 都要高 它里面有大量的维生素 还有膳食纤维 它只有地瓜梗 它晒干了 然后酱了之后 跟这个酱牛肉才是绝配 好了 第五题 这个题过后 要给大家统计数据的 祝你们好运 请动手吧 评选一下选项分布 我真的有人选姜斗 我的天啊 姜斗怎么了 姜斗怎么了 姜斗什么东西了 六个人姜斗 不会后悔的 勉强算合格 占比对吧 区区两个人选鱼师 面对的 验证一下 画电这边 drie 接着 蝋地瓜梗 好 好 評選一下正確率 不錯 12位正確 8位錯誤 評選一下 5題過後 20位答題者的正確率 不錯 5題2位 4題2位 3題5位 2題6位 1題5位 謝謝 那我們接著往下走了 美好的生活自然要需要 美好的表達 美的表達方式各有不同 有的時候又別具一格 下面就為各位介紹 這別具一格的民間藝術形式 最後一題要注意 聽聽 這一幅幅畫作 構圖飽滿 形象質樸 抽象誇張 色彩豔麗 內容具有濃濃的東北風格 這就是畫店農民們創作的農民畫 畫店農民畫 也稱畫店現代民間繪畫 是以農民作者為創作主體 以三農為主要題材 是表現農村地域文化 民俗風情 農民情感和精神氣質的 民間藝術的新形式 傳統農民畫 採用平圖技法 顏色鮮豔 畫面整結 畫店的農民創作者 也不侷限於畫質 家鄉的石頭也可以是畫板 衍生的各種文創用品 也是畫店農民畫的一大特色 就去附近的鄉鑽辦事 然後開車我就看在牆體上 特別壯觀 那個農民畫特別漂亮 但是就特別吸引我 我就在想 這是什麼樣的創作題材呢 這麼漂亮 就讓人省心悦目的那種感覺 就是它既融入生活 又高於生活 我上小學的時候 就已經接觸農民畫了 因為小學的時候 開展第二課 有農民畫的課本 然後從那開始 一直到現在已經30年了 我創作了這種新的技法 點線面 因為這樣畫比較快 比較方便 而且給人的視覺是非常衝擊 而且還零度 畫店農民畫 不再侷限於採用平圖畫法 畫法上的創新 也給農民畫帶來了新的活力 寫實的畫法 好像照片一樣 記錄自己的生活 大膽使用各種抽象的畫法 強烈的畫面 更加具有視覺衝擊力 對家鄉的熱愛 讓人 好,千萬不要再補充 我還沒想到 好,就不會再補充 看見一下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很好 我還沒想到 你這樣做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你這樣做 我還沒想到 好,那些人 我還沒想到 《華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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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起 請問 《華麗年》農民化特殊的紋理 與什麼有關 選項A 紙 選項B 顏料 選項C 玉米桿 最後一題請判斷 《華麗年》 來回見來 我感覺我第一感覺 它這個特殊的紋理 你看它有凹凸不平的 對 我覺得可能是跟這個紙有關係 紙本身的一個面料有關係 它必須要有這種基礎 才能在上面做出這種層次來 你像我們寫字的那種宣紙 還有那種油畫的那個 特殊的那種紙張 全都是有紋理的 還有包括我們平常 經常見的那個皺紋紙 所以我分析來 可能覺得跟這個紙 就是最基礎的原料有關係 對 是類B 顏料 首先它是我們的這個 勞動人民 是 他們在自己的生活當中 閒暇時刻 運用大自然當中 能採用到的一些顏料 來作為自己做畫的那些顏料 我覺得最有可能 我為什麼一定要說 是選B 顏料呢 是因為畫電 農民化不光是畫在紙上 他們畫在牆上 畫在石頭上 畫在布上 畫在任何他能作畫的地方 對於農民來說 他沒有特定的一個作畫的 一個承載物體 你這個殺傷力就大了 對 它有可能在電線杆上 它有可能走在路上的時候 就畫在翅膀上 但是這種特殊的這個顏料 有可能在乾了之後 它會出現某一些 蘊染的一些效果 比如說我刷在那個大白牆上 也會有這種文理的出現 咱們看這個題的關鍵 叫農民畫 它為什麼叫農民畫 它得有農民特色 對 你要用普通的東西畫 那跟普通的沒有區別 是吧 我就叫這個學生畫 叫主持人畫 叫編劇畫 叫什麼東西 它叫農民畫 農民特色什麼 就是用到農作物 所以用玉米桿 我們看這個很多有用這個 什麼鋼絲啊 什麼這種創作的 刷子啊什麼的 都能搞出各種各樣的紋路 那玉米桿呢 可能你沒見過 我見過玉米桿裡頭 尤其乾了以後 它是有好多這個 渣渣冷冷的那種東西 那一刷呢 就能刷出這種各種各樣的紋路 所以用玉米桿來刷 這個就是它產生紋路的原因 不是 你說這個玉米桿 要處理一下嗎 它出現在哪個環節呢 它為什麼做文化之後 又去掉那玉米桿子來處理一下 最後一題了 我知道十有八九 你也沒見過這話 但也得面對它呀 請 20位答題者動手吧 謝謝來看一下選項分佈 A 一位 謝謝 一位 一位 一位同學的支持 選B的五位也不多 你看是不是剛才預測對了 你別看它 它最後那段儘管是大家集思廣義 把它拼湊出來的 但是它有它合理的地方 來吧 面對它 最後一題戲劇性的一幕 來了 在創作這種特殊畫作前 需要在底稿上刷上一層墨 哪個地方需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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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故意要留點氣眼的地方 可以留一點白 不帶墨乾 馬上噴上一些水 這樣就有了一個 暈染的效果 看起來只是給畫面 上了一個底色 神奇的激勵效果 並沒有出現 這是一張紙 首先一點的任務 就是我們把這張紙的柔性 它的香味給它破壞掉 這樣把它往裏來 我就從著中心開始 原來這就是畫點農民畫中 最獨特的揉紙畫 從畫的中心開始 一點點像四周揉搓 根據需要 還可以在一些地方 反覆揉搓數遍 這樣揉出了紙張上 就會出現更加密集的紋路 這種柔紙畫不同於一般農民畫 一個位置要用不同顏色 反覆上色 這樣不僅讓顏色有了漸變的效果 也更加的立體 柔紙畫的繪畫過程 往往需要幾周的時間 紙上的每一個紋路 都要用畫筆畫到 就好像農民清新照顧莊甲 每一顆麥苗都不會漏掉一樣 通過一幅幅農民畫 讓越來越多的人 瞭解了新農村 新農民的形象 也讓每個生活在黑土地上的人們 更加熱愛自己的家鄉 熱愛我們的美好生活 是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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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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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 真的是我嗎 我真的 看看本題的正確率 一個人正確 十九個人全破 現在後台再計算 六題過後 大家的正確率 這個間隙呢 也是希望三位來分享一下 錄製本場節目 去到了這樣美好一地方 你們的感受 十雷先來 今天在節目當中 看到的六道題 所呈現的六種不同的 隱世文化和風景的 我們真的值得用自己的腳 來丈量祖國的每一寸土地 十雷師老師 咱們這個視頻裡 把東北人的淳樸和勤勞 都展現得特別充分 尤其看剛才早晨四點多 三點多 就開始起來做豆腐啊 他們真是特別地辛苦 也正是這些人的辛苦的努力 才創造出這麼豐富的 物產產品和文化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平凡的人呢 其實他們都在不斷地努力著 也都值得我們致敬 來回 非常感謝我們的節目組 能夠做一期 關於我家鄉吉林的 這麼一個特別的節目 通過這一期節目 我真的感受到了 隔著屏幕都能感受到 家鄉的一個味道和一個溫度 其實我們都在外打拼 其實每個人都不容易 希望我們每一個 在外打拼的人 都能有機會來反哺家鄉 然後也是希望 我們所有的人出走半生 回來都會用一顆少年的心 來熱愛我們的家鄉 真好 這詞更好 我現在就有點感動了 六題過後 答對四題的 有沒有 有 兩位 有 別高速快速 這數越多 那個第一就越不保 對五題的 有沒有 有 一位 六題全對的 有 沒 有一位 十五號位 對 抓得漂亮 剛才所有點到 號碗的選手 台上請起來分享 你新的獎品 有請 來囉 祝賀 祝賀 來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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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